台股2023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大盘指数开盘就狂跌 盘中一度下跌120点 来到了14108.16点 甚至一度差点就要跌破万四关卡 然而就在盘中出现了V型反弹 其中台积电开盘也走低 一度跌到443元 而鸿海尽管在新年期间宣布了并购消息 但仍然下挫大约是2%探到98元 这也写下了一年半新低 那么财经专家预估在农历春节期间 还是会持续的震荡 法人也提醒要留意大陆疫情的升温 冲击到市场的信心 在大涨的机会不大 投资人应该要见好就收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